成龙在武汉拍电影封路惹众怒 引发当地居民抗议 3月20日 武汉指方大街 成龙拍电影把路封了 导致很多市民不能回家 爆发激烈冲突 21日 交通局回复 有审批手续 要逢三天 网友怒了 交通局哪来的资格 居民同意了吗 带来的不便有补偿吗 办没办手续 难道不让人家回家 3月15日早8点30分 武汉知名景区古德四一音成龙剧组拍戏闭门巨客 引游客不满 游客凭什么明星来了就不让游客进 网络视频显示 日前江西赣州大片竹林都开花了 视频者表示 江西赣州农村大山里面一片竹子大小竹子都开花 非常奇怪 村里的老人都愁怀了 老竹子 武 60岁的竹子开花似乎还可以说得过去 但是大片的刚长出来的幼小的竹子也都在开花 有人有可能一辈子都未能遇见到 但最近江西却出现竹子大面积开花现象 竹子开花在中国民间一直被视为不祥之兆 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 竹子开花 人畜搬家 竹子开花 亡人破家 竹子结果 无处可躲 民间传说中 如果竹子成片的开花 就代表着像旱灾或者荒年之类的祸事即将发生了 有专家发现 竹花总喜欢与旱年邂逅 如1953年浙江大旱 西天牧山毛竹林一片片开花 3月20日中午 广西南宁新阳路附近一沿街商铺楼房发生坍塌 事故发生在当日上午8点30分左右 西状沿街的二层楼房外 二层楼房的外墙和楼顶已完全坍塌 专时散落一地 现场一片狼藉 中国大陆疫情一直在持续 但官方基本不提民间也被封口 社交媒体上 谈论相关话题都会被封号 因此很少有真相披露出来 最近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采访了大陆多地民众 他们都表示 当地疫情严重 而且有大量人员死亡 化名王新的黑龙江大庆殡葬用品业者对新唐人记者表示 当地最近死人很多 年轻的 年老的都有 黑龙江大庆殡葬用品业者王新 啥都有 有脑溢血啊 心梗啊 疫情吧 病毒 瘟疫嘛 那不是正常吗 现在不就是这个人 不是一点点都死去吗 王新是专门卖纸钱的 他说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这几年他的生意都很火爆 纸钱销路特别好 王新 像我们这边周边坟特别多了 不像以前的坟特别少 我们周边各个山上的坟特别属于那种秘籍了 我们这边不需要强制火化 我们各个村都有自己的坟地 新坟 这几年都成倍增长 都是我们本地的 外地的基本上是不让他们忙我们埋的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李硕也表示 当地医院看病的人比商场还多 白肺等重症很多 也死了很多人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李硕 火葬场的生意好不得了哀 有朋友是火葬场的人 火化人数那比往常都多好几倍呢 比以前多好几倍呢 自从疫情以后他们都加班 关键是死人太多了 太恐怖了 李硕说 他的朋友是火葬场开票的 就是死人火化 家属交钱后开发票的 李硕 反正就在他那一个班是忙不过来 他得交下一个班嘛 以前是三班岛 现在是两班岛 一个人开12个小时 晚上也开 24小时都烧不完 反正就一个班 两个班人就烧不过来 反正没停过火 就是这种 炉子都烧坏了 他这个殡仪馆 他就是12台炉子 他这个火化馆一共是16个炉子 有四个炉子是贵宾炉子 就是死了领导烧的 殡仪馆的尸体太多 放不下就直接落到地下 李硕说 殡仪馆现在都是检疫的嘛 现在的烧人跟以前的烧人不一样 现在都是检疫棺材 人过去了以后 到了殡仪馆以后 就用那个检疫棺材装起来 他不是放到兵柜的了 像内蒙的话 天良就放在地下的 落起来的那种 兵柜里面也是满的 李硕说 死者各种年龄的都有 六七十岁的居多 年轻人也有 还有小孩 内蒙古阿拉善居民张义也表示 当地疫情严重 医院人满为患 重症的 白费的都很多 还有突然死亡的 内蒙古阿拉善居民张义 比如说我一些亲戚 尤其今年肺一咳嗽就是一个月 一咳嗽去看就是肺炎 然后就是输液不好 前两天听一起 还是小领导 去那开会 突然就上来 就猝死了 张义说 阿拉善人口稀少 但住院人数多 张义 我们这个地方小地方 小县城 大一点的城市 住不进去啊 没地方住 所以我去看病都去旁边的市 旁边的省会市去看 那地方进去了以后 你还住不进去 没有床位 我们这西北吧 稍微大点城市应该都是人满为患 湖南湘西唐先生表示 当地生病的人比平常多 大人 小孩都多 心梗 脑梗患者也很多 还有突发疾病猝死的也不少 湖南湘西唐先生知道的 猝死的 有那么几个 三四个吧 五十多岁四十多了 有些人就说是疫苗的问题 大家都这么怀疑吗 医生肯定不会说这些吧 医生怎么会跟你说这些呢 反正就是什么感冒啊 就是什么流感啊 唐先生说 现在人们的身体素质普遍变差 很多人都频繁感冒 症状像刀片猴一样 他自己就是 以前一年难得感冒一次 现在半个月就感冒两次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 RF RG3 RH2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RMB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